Proton,在我的頻道裡面啊,好像 真的是沒有拍過什麼Bot-on turbo什麼啦 啊,我印象中只是拍過一個原裝Proton Saga 今天,Proton Saga這個是 F-LX版本的那一種外掛渦輪 咦,那個自動! Proton Saga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 今天這一集的QCCS,我是許惟勝,下來採訪車主 大家好,我是李克言 哦,第一次有人在我的頻道講華語名 這輛車你買了多久啊? 我姊姊的,我是跟他二手買過來 到我手上是一年多啦 好,那我們就單刀指入 為什麼啊,這種Saga你要Bot-on turbo啊 我印象中啦,接觸了這麼多的車,改裝車 這種1.3Bot-on turbo真的是很少見啦! 為什麼你要Bot-on turbo啊? 我覺得CAMPRO有好玩 VC嘛,看到很多地址,就是CAMPRO 單單NA也是可以打到百多HP 還有一定的潛能在那邊啦 所以就想去做咯,一般也是預算嘛 也沒有那本事去馬上卡啦 所以就想著去外掛一個溫輪 先問一下,整個項目進行了多少久? 然後你花了多少錢? 改裝這個時間,它會比較久一點啦 因為這個是自己朋友做的 過程是差不多兩個月 改裝費用,前前後五千 五千哦!真的是算準準五千哦! 可能超過一點啦! 這樣便宜? 對,因為有些東西拿到來的價錢是 Jetport的價錢啦! 像這個,是二手朋友的 所以是250 然後像Intel,Totobody,MaxSensor,Furay 那些都是很便宜的價錢收回來的 如果你講成套是用全新的 就肯定不止這個價錢啦! 這樣我們開始聊它到底改了什麼東西? 可以看到是水當機咯 然後原裝風扇丟掉 外加兩個風扇在前面,跟一粒風扇給冷氣的 Totobody 這個是VF45 RH F5 VF45 對,Subaru 這個渦輪,蠻大力一下的 然後就是安裝咯 從前面到後面,兩吋半 兩吋半 Decolo Piping咯,兩吋的 Wescat,頭盤是裝備 哦,這個是裝備哦? 對,頭盤是裝備 這是你用原裝的來改嗎? 不是,自己買排,自己燒,自己點,自己喬位置 你自己還是你的朋友? 朋友做 朋友改啦 Totobody,我們也俗稱Turbo Manifold 是自己做的 Totobody 兩個喉 這個是補充 對,再來就是進氣方面咯 1.6 Gen2 然後Totobody Mac sensor Furray 這些都是1.6的 這個Intel Manifold是什麼車? Gen2 Gen2哦? 對,這個是鋼鐵的 這個不是塑膠的 原裝的是塑膠的 有一種是塑膠 然後這個是鋼鐵的 比較早期的那一種,比較舊款的 Gen2的Intel Manifold可以咯? 可以 它N-play咯? Totobody,一樣是10 Pro嘛 你講Totobody是什麼車啊? 也是1.6,就是Gen2啦 Gen2的啦? Gen2,Persona都一樣 你的這個Fuel Rail 你講你改過? 蛤? 也是1.6 因為它有S原裝 它是沒有回復的 啊,沒有回復的 有Totobody 其實加多一個回復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你可以加多一個Fuel Regulator 你可以頂它的油 給它的油多一點去裡面啦 輪主是Nissan 什麼Model我忘記了 CC是3000 誒?300耶? 300,300,講錯了 我用3000的 哈哈哈哈 Map sensor是用什麼車的? 也是1.6 Gen2 也是1.6 Gen2 N-Air的咯? 對,然後其他都是原裝咯 Fuel 全部都是原裝的 那些Pistone,Cone-Rod原裝 對,單純的外掛溫輪 沒有電板 沒有電板 其實我們這種沒有電板的是 節省的外掛溫輪方法 這個方法其實如果你用 這種比較大油嘴的話 冷車就比較頭痛一點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你騎車的時候 它會有一點醜咯 不穩定的感覺咯 油太多 對對對,它會抖咯 熱車了它就順了 就會算正常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原裝電板的一個切線 因為它用的油嘴比較大 像我的Vios 我的油嘴應該是CC數沒有這樣大 所以冷車的時候也是沒有問題啦 其實最好的就是 要下一個電板去控制它的油那些 但是慢一點啦 對對對 其實我也很期待下了電板 它的馬力可以擠出多少 聽好啊,現在原裝電板什麼都沒有啊 多少匹啊? 154.46 看到了沒有? Vios quick! 它才130多! 0.58? 0.58 0.58?我也0.58 130多! quick! quick! 加什麼Vios? 人家1.3啊! 沒有電板哦,還高過你的啊! 自動車,走開走開! 忘記講,它是一個手牙的1.3 FLA 哦,這個水當機也是改過的 這個是Motor Y15 蛤? Y15? Wescat是38mm 正的嗎? 不是 啊,sopi 都可以找到 啊啊啊啊啊啊啊 自動車窗口 也是 也是sopi 50多塊 intercooler intercooler也是 對 到是sopi 蛤啊!sopi 所以,都跟你講你要贊助我嘛 找那種什么XX龍那些,哪裡可以的!? 你要找我做你的代言人嘛? 我幫你公開了講多 嘿sopi Hello 我們轉過去看它的車 外觀一下 你的臉部那些都沒有改喇? 原裝,整個換了一套輪胎 15吋7JJ 1955啊? 對! 用厚一點的車輪,其實也比較舒服啦! 然後吸收器有改喇? 吸收器是21 高低的,也沒有吸收器 哇~~~ 這個讓我想回我以前的Vios 哇~~真的是讓我想回我以前的Vios 因為我以前沒有玩什麼後輪車那一些嘛 所以就是拿我自己的車來玩 我的天啊! 哇,你的手很長誒! 屏幕的這種長跡,現在很多人都用這樣的了啦 沒有人用CD的了 其實也沒有什麼花俏的東西啦 BOOSTMETER一個罷了 哇,車也是很乾淨! 非常 非常的簡單啦 沒有平平榜榜的那種Uber那些啦 哇,兩吋半哦! 好大哦! 我以股就是Apexi的咯 Apexi的? 對對對 真的 應該是通的啦 我也不清楚是不是真的 哈哈哈哈 我不好說 不過你的Apexi敲到沒有 我看,如果太低的路會啦 不過這個Apexi後期還要稍微調整一下啦 我心急嘛,就想著快點弄好拿出來一機啦 但是後尾,我的朋友有跟我講 再拿回去給它再調整一個高度啦 可以再上一點 可能再喬一下啦 好,那等下我們就來試駕一下 你駕得到嗎?你腿這樣短? 不知道哦? 沒有啦,可以的啦! 試駕啦!試駕啦! 它的Apexi也是用原裝的 它是想說用完了才換掉啦 有些人講說這種 你不停車輛了 如果引擎馬力很大了的話啦 你如果要保護你的牙箱叻 最好是用原裝的格子皮啦 因為如果你用賽車的那種格子皮 它很硬,很刺 分分鐘,你的牙箱可能會收工掉啦 這個是有一個朋友給我的tipsy 它的設計很好,你看 4-on-turbo,turbo看得到才是4-on-turbo嗎? 並在後面看不到,要shaw out號鏈也不能 Saga的朋友們 你們參考一下,ok? 然後裝了intergo,一定要shaw出來 一定要shaw出來 並起來小小力,沒有用的 所以你要不要起來割 不用不用,我不要是買菜車,不要不要不要 然後我發現到你的turbo表啊 沒有vacuum哦 對,我朋友講不要轉vacuum 怎麼咧? 不知道哦,它只叫我 它就拉補水,我就清一下,ok啦 咕嚕咕嚕咕嚕,它的 因為它沒有電板,然後它的油嘴 油太多 油太多哦? 燒不完 哇,這是稍微駕駕駕一下啊 可以 誒?你沒有blomov啊? 沒有,我不喜歡blomov 哈哈哈哈哈哈 我喜歡那個blomov彈的聲音 哦咧 這個 150匹哦 哇,你這個系統在這邊 哈哈哈哈哈哈 plotdown 你這個會 要跳 你要跳哦 你的Spring是換什麼Red的啊? 呃,我也不清楚耶 那時候就買整號耶 以前改的時候沒有想到多什麼 那時候只想著低,美 然後有一個安裝器就好整齊啦 那時候沒有這麼多錢啊,去改引擎的東西啊 所以就沒有去想到那麼遠哦 只想著,誒好看,外面看起來乾淨 這樣,ok啦 其實這種東西沒有錢不是? 叫你車 駕去那workshop,車放在那邊啊 無論你有沒有錢不是? 都會變到那個錢出來的我 不明顯啊,另外一個例子啦 像我的4AGE也是這樣子 從一開始空空 到它開始有2B 偷偷講,哎呀,沒有錢啦 不用渦輪啦 結果車一駕進車廠了之後 不懂為什麼我會有那個錢哦 對!對! 有時候,你就是要把你的車駕去給那老闆 跟老闆講,老闆我要渦輪 錢就會突然間出來了的 所以,要遇到你的貴人啦! 好,現在稍微踩大油門 2號牙 2號牙 我沒有踩完油啦! 哎唷! 可以嗎? 你的駕駛? 駕駛駛比較稍微不大支撐了 OK,渦輪會比我的Vios大力一點 所以它在前面的時候會 因為它不是沒有這樣快來 沒有這樣快來 原裝崩潰 慢慢彎彎 它是很順哦! 是很順 很順 對! 1.3噢! 我覺得如果是我會 去改善你的駕駛駛 還有電板咯! 然後 駕駛駛啊! 也是一樣! 我覺得現在 應該剛剛好有睡嗎? 有! 有耶! 你還沒有駕駛駛,你靜牙順順 所以不會睡 如果是我自己粗一點的話 就會睡了 那天有試過 然後你會聽到那個燈光的聲音 然後你會聽到那個燈光的聲音 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燈光的聲音 都不在乎到那個燈光的聲音 都不在乎到那個燈光的聲音 哈哈哈哈哈哈 不難得了阿多 誒!怎麼這個我都不會跑啊! 跟剛才一樣啊,我還會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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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m 400m 哦!燈光燃燒掉了! 蛤? 它有味道了 OK嗎?這樣OK嗎? OK OK! 只是可能牙箱掃破不到咯! 有嗅到它 燈光的味道 是哈? 我壓箱掃破不到咯! 哦!我看一下幾秒! 哎呦!18.02啊! 哦!Miss Kill! 誒! 這樣快收油! 沒有哦!引擎自己 我覺得 我 試到這一次 我就結束 這個 采訪了! 我相信它這輛應該是可以超過18秒的啦! 你們喜歡我這一集 Saga外掛渦輪的影片 點個贊還有分享! 因為 這些車真的不容易 還是要感謝車主願意 分享它的車子給你們 給你們看,給我們拍攝 如果車主沒有點頭的話 其實我也不可能拍到這種改裝車的影片 OK? 點讚!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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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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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17.57 是啦,我覺得那個煞車真的是不能了! 得了!剛才還有四幾輪了啦! 更新煞車啦! 我們下一集見! 你追蹤吧! 我算了! 跟 тел音樂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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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